同學我們接下來要來介紹 如何利用魚旋定理 來證明海龍公式 也就是這一塊 我們現在要證明的是 利用魚旋海龍 然後來證明三角形面積 這個公式非常非常有名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先把各個角對應的 邊長給標示出來 然後我們今天假設角A為SETA角 所以它所對應的高是B-SIDE-SETA 好所以三角形ABC的面積我們可以看成是 2分之什麼呢 兩個零邊相乘 C乘上B-SIDE-SETA 也就是底乘上高 除以2 好 再來的話 我們把那個角A給拿掉 用SETA來做代稱 這樣會比較好看 所以2分之BCSIDE-SETA 好 那我們又可以知道 前面有講過SI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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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DE 我們去正 好 接下來我們要針對這一塊做處理 那因為剛剛有講這個是1-cos平 所以我們可以看成是平方X 平方X所以變成A加B乘A-B 隨便1加cosθ 然後再乘上1-cosθ 我們把這個余弦 利用這個方式 用余弦給代換掉 cosθ等於兩倍的零邊 零邊平方合而減掉對邊平方 所以我們把這個cosθ 代換掉 好分別綠色 代換成 什麼呢 2bc分之什麼b屏加c屏-a屏 把這兩個代掉 好我們再接著繼續看這個東西 代換掉以後 那我們就做什麼呢 通分做整理 把上面 我們再回去看一下 把這個1 然後通分成 2bc分之2bc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2bc分之2bc 再剪掉這個東西 好所以通分整理以後 變成這個白色的式子 變成白色的式子 那接下來我們想辦法 把這外面這個東西 也要跟著丟一起丟進去 所以 如果我們把它丟到根號裡面的話 通通會變成 原本是bc 所以進去以後 變成bc平方 所以兩個bc 那2丟進去以後 變成4 那我寫成2x2 好後面一樣照寫好 照寫下來 好 那 丟進去以後 變成4x2x2 以後會變16 那這個bc bc你把它再乘進去做整理 會發現 這個bc剛好可以底下的bc給約掉 兩個bc對兩個bc約掉 上面這兩個分子還是一樣照寫下來 好 我們再把它整理到上面去 接下來我們來觀察這個藍色綠色部分 藍色這邊其實可以把它湊成平方 綠色在後面 如果提出一個負號以後 也可以湊成一個完全平方 所以我們把它湊起來 藍色抽起來變成b加c括號平方 那這裡先提一個負號以後 我們再湊平方 會變成b-c括號平方 好 配平 好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 配完平以後 然後又造成一個平方差 好 所以變成什麼呢 藍色加a 藍色-a 然後後面這也是造成平方差 就是 a 減掉 綠色 a加綠色 好 這造成一個平方差 所以我們也是一樣把它展開 好 接著再去整理 這個16我們可以看成2的四次方 所以拆成4個2 好拆成4個2 那這個藍色對於藍色 綠色對於綠色 對於綠色 這個我們把它看成 換一下位置 變成c-b 好 這個是b-c 好 我們再繼續整理 那如果我們今天把第一項 假設成另外一個大號 變成s 所以就是 a加b加c除以2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 周長除以2 把這前面定成s了以後 好 那 這後面這個怎麼辦呢 那我就再想辦法 再補足一個a 所以加一個a 那後面就要減什麼呢 減兩個a 減兩個a 加一個a 那原本就扣一個a 所以後面再多扣一個 變 減2a 那同樣道理這裡 多加了一個b 後面減2b 多加一個c 後面減2c 好 那因此再把這個代換進來 前面這邊s 2和2約掉變-a 好 所以 通通把它代換掉以後 三角形面積 我們就可以得到最後結論 好 這邊代換成s 後面變成-a 好 這個就是我們三角形面積 以之三邊長號 s 好 那我們可以變成什麼呢 大根號 的s 乘上s-a 再乘上s-b 再乘上s-c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海龍公式 海龍公式